或许有民众在清理冰箱的时候就发现了 前几天才刚刚买的水果没有过多久就坏了 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 科学家已经培育出一种苹果 它的保鲜期非常久 放在冰箱冷藏一年也不会坏 这种名叫宇宙翠的新品种苹果 可是花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20年的心血才培育出来的 它是企业苹果和秘苏苹果两个品种的混合体 宇宙翠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外表 有着像天空中星星的小亮点 而宇宙翠苹果之所以能比其他品种的苹果 有更长的保鲜期 是因为它独特的酸度能阻止果肉氧化变成褐色 宇宙翠苹果在今年只有45万箱上市 而预计在2020年将会有200万箱的产量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